主的民族 圣死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愿与多阿新名同在 大家早安 神父早安 我想我们基督徒有同样的习惯 那我们习惯是在祈祷的时候 我们祈祷完了 我们就说以上所求 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那我们要祈祷是以耶稣基督的名去求 那这个就是耶稣的要求 在今天的福音 耶稣向门徒们说的 你们要以我的名相互求吧 你们到现在还没有以我的名求 你们求吧 所以我们每次要求的是以耶稣基督的名求 这个是耶稣 祂要求门徒们 也要求我们的 现在我们大家忍醉 准备我们的心 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我向全能的天主 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思念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 我罪 我的重罪 为此恳请终生统真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 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Amen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请大家祈祷 上主求你帮助我们 多行善功 借以陶冶心灵 并尝词我们 常努力追求至上 圆满地度愉悦 奥基的生活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词 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他和你其圣神 永生永往 Amen 公读宗图大事录 宝禄在安提约基 住了一个时期 又出发 依次经过加拉达地区 和弗里基亚 兼顾众位门徒 有一个生在亚历山大 里亚的犹太人 名叫阿波罗 很有口才 精通圣经 他到了阿弗所 这人学过 这人学过主的道理 讲论耶稣的事 心神火热 教训人也很详实 却只知道 若翰的洗礼 这人在会堂里 放胆讲论 普利史拉 和阿贵拉听了 就把他接来 给他更详尽地 讲解天主的道理 阿波罗有意 往阿哈亚去 弟兄们都鼓励他 并且写信 给门徒 请他们接待他 他到了那里 依赖恩宠 对信友们的帮助很多 因为他经常有力地 当众博导犹太人 用圣经证明 耶稣就是墨西亚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天主是普世的君王 天主是普世的君王 万民 你们要鼓掌 以欢呼的歌声 颂扬上主 因为上主 至高至尊 可敬可畏 是统治大地的 伟大君王 天主是普世的君王 因为天主是普世的君王 你们要欧歌赞颂 天主坐于神圣的宝座 天主为王 统治万邦 天主是普世的君王 万国的领袖 集合起来 成为亚巴郎的天主子民 因为大地的权贵 因为大地的权贵都属于天主 唯有天主至高至尊 天主是普世的君王 祝祝祝祝 主说我初次父来到了世界上 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 愿主与你们同在 那时耶稣对门徒们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 他必定赐给你们 直到现在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 求吧,必会得到 使你们的喜乐得以圆满 我用比喻对你们讲了这一切 但时候要到 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话了 而要明白地告诉你们 关于父的一切 到那一天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 我不向你们说 我要为你们求父 因为父自己爱你们 因为你们爱了我 并且相信我是从天主来的 我初次父来到了世界上 现在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 上主的圣言 祈求我们赞美你 大家平安 我们可以回想 在我们自己的教会的团体 在我们自己的本堂 有没有 有突然出现有一个人 就开始在团体当中 宣讲宣传 或是讲了很多很多的话 有的我们就觉得 他讲的有道理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以 可能会觉得 他讲的道理好像有偏差了 那我们对他这个人的印象是怎么样的 或是我们对他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我想可能更多的 我可以用想想的 更多的我们就向他说 你不要再说话了 你挺了吧 你不要说话 你安静吧 可能我们就这样的劝他的 我们应该多给他鼓励 鼓励他也帮助他 给他更好的方向 要讲话的也符合 我们的这个教会的基本的道理 在今天的读经医 刚才我们所听到的 是宝露的第二次传教的旅程 他去传教的时候 在阿弗所又出现另外一个人 宝露他去传教 他一个人也带着 应该是希腊跟他的助手 但是没有想到 在另外一个地方 在阿弗所出现了另外一个人 那这个人来自 埃及的阿利桑大利亚 有太人 口才非常的好 这个人叫做阿波罗 那阿波罗他来到 阿弗所以后呢 在阿弗所就很大胆地讲道理 讲道理 他对圣经是非常的 他是很惊动圣经 那他所知道的圣经 应该是有太人的圣经 是旧约 对耶稣基督他也讲了 但是他还没有完完全全的了解 有关耶稣的道理 我们的读经就告诉我们说 他只认识若汉的洗礼 他只认识若汉的洗礼 他不知道耶稣基督的洗礼 是怎么样的 从十字架上 他所流出的血和水的洗礼 所以看到了这样的人出现 在阿弗所的团体 他们没有拒绝这个人 他们没有排斥阿波罗 因为他的道理有偏差 但是他们就想办法来协助阿波罗 那我们听到的是一对夫妻 是阿奎拉跟普利斯拉 把阿波罗带到他们家 接过来以后呢 实际上帮助阿波罗 让他更了解 让他知道明白有关耶稣基督的道理 所以阿波罗在阿弗所 他很积极地去传教 不只是在阿弗所 他也往阿哈亚 阿哈亚是在希腊 应该是在希腊的团体 就是到格林多 那他要去的时候 阿弗所的团体 也写了一封信给在希腊的 你们要接待他吧 因为他就是天主手中的工具 所以在我们的团体 我觉得我们要学习 在阿弗所教会他们所做的 我们要彼此的帮助 彼此鼓励 如果发现有一些 我们的教友 我们的兄弟姐妹们 他们对耶稣基督的道理 有一些的了解的不足 我们也想个想个办法 来帮助他 他能够对耶稣基督更了解 更认识 不只是更了解 更认识 但是可以更积极的 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的一项 一起奉献于天主 天主 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 奉献给你 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天主 愿你以生存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且以你的旨意为卷神 所以帮助我们 全心全灵全力全力 向爱你 我们决意把个人 今天的一切苦乐 崇拜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 所做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生命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仿 圣母玛利亚 及诸圣人圣女的皇家 终身适奉你 天主 请以你的宠爱 沐浴我们的身心 也求你生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亲友 及一切恩人 生于教会寿长 国家领袖 及各级政府官员 使他们提照你的旨意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配置我们 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全世界的安慰者 圣神 倾注于我们 其一切信友的心中 求是我们敬畏 及秀爱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聪明 及刚义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 超见及明达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 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 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求你是一切信仰你的人 卷弃成见 少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 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你使一切基督徒 走向同一步伐 并使上位 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 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 三星人的意愿和希望 交托在你手中 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 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先以诱惑 但就我们 愿与凶恶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 圣子 及圣神 降福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旅程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我父知明日假如河 每时刻安然度过 我不求明天的阳光 因明天我转阴暗 我不会将来而犹豫 因我知足所应许 今天我并与祖同行 祂深知前途光晴 独云多时明天强临到 许多时难以明了 但我知足将我明天 但必要令我向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